在本届亚运会中,国足优二赛小将,虽然在小组赛中发挥出色,但是一道淘汰赛就被打成一比四,确实是在度要求迷心碎。 但在最近中超联赛中,两位中国足球球员都喝酒入穿加小龙虾吃的度成为话题。 在如今的中超联赛中,球员的身价是一点也是不输世界上任何联赛,1200万年薪的任行,1000万的无赖,900万的将棋者和800万的高龄更是成为其中的佼佼者,而其他球员也是拿到百万年薪,但是虽然薪水是比起一般人都要高得多, 但中国球员却并没有像C罗、威西等球形那样对得起这一分高薪,暂时是想不说成绩方面。 作为一名球员最需要的就是训练和克制自己放纵的行为,之前已经是有很多报道过鲁能预备队的汪瑞奇,曹盛以及老门将刘震里来出吃饭的时候喝啤酒被处罚,但就在前两天晚上,又有两位本土球员是一度在罢, 北京时间8月25日,中超联赛至到了第二十轮赛中,当打重庆思维主场一逼,赞平大连一帮,这个输赢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已经没什么影响, 所以球员在下场之后是相当放松,重庆思维队的球员彭新丽,就训练,邀请曾经在恒大队的队友,如今效力于大连一帮的情商,这个朋友之间吃个饭是相当值得鼓励的,可以培养友谊。 然而在当天晚上付出的照片来看,这两人的夜宵是值得商榷,小龙虾,炒花甲,羊肉串,但还有一瓶喝完的啤酒,本来这个乌串已经是运动员的一大禁忌,而在赛后不到12小时就喝啤酒,这个恐怕是相当不妥吧。 而且从照片们看到,秦生是已经喝到脸不通红,看来不仅仅只喝了一瓶这么少,不得不说,这两人已经不是年轻的小将,彭新丽是重庆主力球员,而秦生还曾经是国族的一员,两人都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,但也是没有一丝的顾忌,可能很多人觉得喝啤酒露穿并没有什么问题, 但对于一名在意运动员,来说是伤害严重的,据悉,小龙虾,烤串,属于超高热量食物,而啤酒更不用说,比炭酸饮料对身体的危害还大,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斯伊罗和詹姆斯这些球星都是不敢碰的,恐怕这两位球员是在自毁虔诚吧,先不说对身体的危害,如果去了不知道之后,也是会出现相应的处罚, 而本来在本季连赛中,彭希利打入一球五次助攻是不错的数据,如果因为没有自制力而毁调类恐怕是得不偿式的。